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我在做复制的时候 选的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你看当我做第二种方式的时候 我对其中一个灯光的这个强度做调整 灯光现在预设值是大概是1.0 我现在一共几盏等1 2 3 4 5 6 7 一共7盏 那我现在这7盏的总和呢大概要等于1 所以我大概就是1除以7 大概是1除以7 1盏大概是0.8左右 OK 好 我对不起不是0.8 8756这个等于5多 大概是0.2 0.1好了 大概0.1 像7盏加起来大概是0.7 它总和大概要加起来大概是1 这样才不会太亮 我今天每一盏它的总和 它的这个灯光的这个强度都是0.1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来点点看 我刚其实只是针对这组做调整 0.1 选到它是不是0.1 选到它也是0.1 选到它是不是0.1 选到它也是0.1 为什么只调了一盏 全部后面7盏都跟着动 那是因为我刚刚在复制的时候 我选的是第二种方式 这样子动一盏就全部跟着动 好我今天来看看 我算出来的结果 会像这样子 太暗 太暗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看 这个地方它有7重不同的投影 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稍微高一点点 0.15 我们来看0.15的结果 再试试看 像这样 其实灯光的感觉已经做出来 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太暗的话 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太暗的话 这整个上一看暗的话 其实说实在话 我还有一招可以用 就是 它开得更亮 这边这样光鲜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不对 光鲜的感觉就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今天觉得这个投影投在这边 其实不漂亮 投影投在这个用后面这影子 7重的影子其实不漂亮 所以我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选到灯光之后呢 后面有一个这个排除选项 这个地方要排除选项 按一下之后 我先把这个茶壶给命名 它现在茶壶名字是T++001 我先直接把它命成中文 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是一个叫茶壶的物件 我先选到了其中的一个灯光之后呢 这个排除选项按一下以后 现在这个排除灯 现在这个选项告诉我说 我现在这个灯光呢 它会对所有的这四个物件 包括我的天花板 墙面跟我的这个地板 全部都产生这个影响 全部都产生这个打光的影响 我今天按一下茶壶之后让它过去 现在这个状况呢 就会告诉我说我这个啊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灯光啊 它不会对茶壶哦 产生任何的光线的影响 跟这个影子的影响 我们按一下OK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的差异在哪里 按一下 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光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物件就全部变黑了 因为我的这七盏灯光 它只会对天花板地板跟墙面这三个物件产生作用 对于我的这一个 茶壶不产生作用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 我们先选到它之后哦 这个是这一个叫做 拍出选项的功能 按一下这个过去 选到你不想要发现 选到你不想要那个 给予的这个物件 比如说你看哦 我今天把所有的东西都叫过去 你其实应该可以想象 假如我把所有东西都叫过去的话 它的这个场景会是 算出来会是全黑的 按一下OK之后 选黑场景 选到其中一个 选到其中一个 我再按一下 选到其中一个 我再按一下拍出选项 我再选到 这个这个应该是我的场面 对不起 这应该是我天花板或地板 因为我没有命名不清楚 叫回来之后按一下OK 我们来看看是天花板还是地板 一算哦 天花板 所以其实哦 我做这件事情呢 也可以哦 我做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我把这个物件 我把命名叫天花板 好 这是一个叫天花板的物件 这是一个天花板的物件 然后呢 你看哦 我现在呢 选到这个物件之后 它只会对天花板产生影响 其实现在OK 现在OK 我现在这七个灯光呢 它的功能就是 它的这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让它在天花板那边产生这种光线的感觉 所以我可以甚至给它打得更强哦 这个光线我甚至可以给它 0.5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其实不会对我其他的物件的产生光线 它只会这样子 它只会在天花板上有影响 那其他这个整个场景的光线呢 无所谓 我整个场景的光线呢 我再给它一盏新的灯 一盏正常而新的灯 这盏新的正常的灯呢 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再选一下之后 这光线呢 我把它丢在这个地方 这光线它是专门用来制造真正的光线的 你可能要把它摆在不一样的位置 不然它可能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没办法分辨 从上市部 这两个光线呢 这两个光线呢 这两个光线又给它重新命名好了 这两个光线要主光哦 然后呢 我把它印子打开 强度值恢复成是1 我们来看看结果是什么 所以就是像这样子 可是这边不是多一点吗 对不对 这不是多一点吗 所以这个主光这个地方呢 选择起来 我还是用排除 我叫它排除什么 排除天花板 这样它就不会在这个 这样它就不会在这边 天花板这上面产生刚刚那一点投影 OK吗 这样子有听懂吗 其实这七产灯光哦 它都没有实际的照明功能 它唯一的功能呢 是在这上面形成像这样子的 光影的感觉 只有这两个光 这刚刚叫主光的这两个灯光呢 它是负责照亮整个空间跟产生影子 其他这七产灯光 全部都是装饰用的 它没有真正的照 让场景照亮的功能 因为它把所有的物件都排除掉了 只有在天花板上面形成光机 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